我们今天看这样一个字 大家可以提前猜一猜 我先不说它是什么字 我们可以看一看 下面是一个田 就是田地 上面呢 找了一个东西 有时候呢 也会找很多 你比方说我们可以这样 这个符号大家认识 是草的意思 田地地长着草 也有些人呢 画得很调皮 他这样画这个字 里面还有 这里长得很多 那我想这个时候啊 可能开始猜出来了 这个字呢是苗 和苗的苗 这个草 或者河苗 刚刚长出来的时候 我们叫做小苗 所以呢 我们来表达一件事情 刚刚发生某种倾向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个词 叫做什么什么的苗头 出现了好的兆头 出现了不好的苗头 苗呢就是事物 刚刚出始的时候的状态 叫做苗 小苗 那很形象 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象形 兼会用小草 刚刚在田地生长的状态 来表达苗的意思 那现在呢 第一个字是一个草 中间这个字呢 是三个草 后来呢 约定俗成 都改成两个草 上面两个草 下面 几个田 这样一个字 那再往后发展 上面草头 拉直 苗 然后呢 中间一横 接起来 写长 一笔写完 苗 谢谢 Sie 这些什么的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